新闻继续来看的是南澄国小技工团 人称花妈的吴婉娟 经过教育部100年度 亲近幸福家庭参与世命教育教育教育案例 经济卫党卫三位 好风世命教育教育教育案例 在100年度驾到好风 完成100中处的公教育心怀 南澄国小技工 五官金如苏 人人叫他花妈 他驾到好风里面 学校老师跟学生 大家都实在他 经教育他为学生说故事 民国100年车 他卫学生完 万亿为学生说100中说故事 花妈将在100坑一年一月三号 完成第100中说故事 第一点在南澄国小 特冠楼二楼演讲庭 对一年夹一夹幼稚的学生 将近200人 说聪明变色龙的故事 透过跟孩子的陪伴跟互动 其实在我个人在这个说故事的过程当中 得到很大很大的收获 包括说跟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 孩子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激励跟鼓励 感觉上是我们在付出 事实上是我们在收获 这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 近年来呢 其实花妈在学校的 不论是说故事 或者为我们小朋友的主持活动 都深受小朋友的喜爱 尤其呢 她今年更获得了生命教育 故事的范例 征集的入选 那在全国有十九所小学呢 其中花妈就是其中之一 那我想花妈在说故事的这个区块呢 的确让我们蓝坛的孩子们 能够获得更多阅读方面的知识 以及更多不同的体验 我想花妈今年许下的精彩100的心愿 就是希望能够说100个故事 跟小朋友做分享 那这100场呢 今天即将完成 在南谭国秀校 中央现场的合作之下 这场中央百年百年公公司 的学完美的古典 花妈五万千港 每一场公公司 都有它当真的四名各种 苏每一个听公司的小朋友 都可以亲自既既既 享受四名的心情表现 让四名教育 在公公司当中相向发光 这条路它的努力继续走下去 为小朋友的公公司 进一份心电 也欢迎喜爱公公司的朋友 做会加仅 最近新闻 超频道 加吉七彩虹